家里有小朋友的一定要学会这道鱼汤 洗过澡的黄骨鱼刮去黏膜 这样喝起来的鱼汤没有泥腥味 裙带菜的含盖量是牛奶的十倍 每次只需一丢丢就可以泡发一大碗 泡发好的裙带菜切成小块 黄骨鱼下锅煎香加姜片去腥 一定要加开水锁住营养 放西红柿豆沸裙带菜 加盖焖焖15分钟 去锅之前放盐浮角粉调味 给孩子多喝裙带菜鱼汤 聪明又伶俐好处多多 喜欢的赶紧安排吧